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这位宫女已经九十三岁了 历经天命 天聪 崇德 顺治 康熙五个时代 第二 康熙不仅亲自过问她的葬礼 还给礼部下旨 要按嫔妃之礼来办理这位宫女的丧事 第三 不仅如此 康熙还允许十二皇子印陶为她守灵七日 初避那天 除了皇五子 皇十子照顾皇太后 皇十四子留在紫禁城外 其他诸位皇子都参加了她的丧仪 纵观青史 宫女有如此待遇的 仅此一人 这位宫女名叫苏玛拉姑 她曾是孝庄的随身侍女 也是康熙的启蒙女老师 本期影片 小编将和大家分享这位传奇的清宫女子 提起苏玛拉姑 就不得不提她的主子不慕不泰 后者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 孝庄文皇后 约在明朝万历四十一年 孝庄出生在科尔沁草原上 她的父亲是蒙古科尔沁草原上的贝勒 孝庄是家族的二小姐 身为蒙古贵族 她刚出生就注定和别人不同 按照惯例 等孝庄到了孩提时代 家族就要为她挑选同龄侍女 约在孝庄五六岁的时候 贝勒府挑中了一位叫苏莫尔的女孩 她比孝庄大一岁 她身体健壮 为人沉稳懂事 很快得到了孝庄的认可 苏莫尔是蒙古语的音译 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草原上用毛制成的口袋 后来 苏莫尔改名为苏玛拉 意思是半大的口袋 若干年后 由于苏玛拉在宫中威望甚高 宫中上下都习惯在她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孤字 这才有了后世文明的苏玛拉姑 苏玛拉姑出生于穷苦牧民家庭 被选为侍女 是他们家最大的喜事 入选当天 她发誓要一生一世照顾孝庄 事实证明 她做到了 自从苏玛拉姑到了贝勒府后 她就和孝庄一起学习满语 凭着自己的聪明伶俐和刻苦努力 苏玛拉姑很快精准地掌握了满语 这为她以后辅佐孝庄 启蒙康熙打下了基础 后今时期 孝庄所在的博尔纪吉特氏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后裔 在蒙古族中威望甚高 努尔哈赤为了拉拢蒙古部族 几度和该家族联姻 例如 努尔哈赤的第八子黄太吉之妻 就是不慕不态的姑姑哲哲 天命四年 1625年 2月 在兄长吴克善的护诵下 孝庄带着侍女苏玛拉姑远赴圣经 她和她的姑姑哲哲一样 成为了黄太吉的女人 后来黄太吉继承汉位 孝庄成为了黄太吉的侧福禁 黄太吉称帝后 孝庄被册封为庄妃 并且生下了黄九子福林 从家族的二小姐 到黄太吉的侧福禁 从庄妃到孝庄门皇后 孝庄走到哪里 苏玛拉姑就陪到哪里 后宫艰险 女人更是不易 但苏玛拉姑一直是孝庄的左膀右臂 是孝庄最信任的人 实际 《游侠列传》中有一句话 而不依之徒 涉取与然诺 千里送意 为死不顾事 意思是说 出身虽然不高 但为了当初自己的诺言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也不放弃 苏玛拉姑虽是女子 但也足见高益 其实 对于孝庄来说 苏玛拉姑的存在 不仅仅仅是忠心护主 更是多年来的陪伴和慰藉 众所周知 努尔哈赤虽然有清太祖的庙号 但实际上 他并不是清朝的建立者 后金天聪十年 1636年 也就是孝庄来到圣经的第十年 皇太极改韩位为帝位 正式建立大清 改元崇德 因此 在清朝的历史纪元中 1636年是天聪十年 同时 也是崇德元年 从后金到大清 这不能仅仅是一个政权换了名称 更是礼仪、体制的转变 印喜、服饰等都要重新设计 苏玛拉姑心灵手巧 在针线上颇具造诣 而且 她熟悉满猛文化 因此 庄妃向皇太极推荐苏玛拉姑 来设计清朝的开国服饰 清史稿 卷103记载 苏玛拉姑 孝庄文皇后之侍女也 国出衣冠式样 接其首制 苏玛拉姑充分吸收了满、汉、蒙等 北方各族服饰的优点 通过修改和创新 出色地完成了国出服饰的制作 从接其首制这四个字可以看出 苏玛拉姑在清朝开国时期的工作量 应该很大 清朝国出时期各层级的礼仪服饰 基本上都出自苏玛拉姑之手 从皇太极立国到宣统退位 清朝国作长达296年 而苏玛拉姑所设计的开国服饰 实际上在清朝延续了296年 所以苏玛拉姑虽是一介宫女 但她也创造了历史 清朝重得八年 皇太极在圣经促然驾崩 皇长子豪格和瑞亲王多尔滚 为了争夺皇位几乎兵戈相向 在关键时刻 孝庄派遣苏玛拉姑联系多尔滚 通过孝庄的精心布局 最终年仅6岁的弗林成为黑马 成功继承了皇位 视为顺之地 此年 清军入关 苏玛拉姑跟随被尊为皇太后的孝庄 到达关内 从此住进了紫禁城 当时 顺治帝年幼 朝廷大政皆由摄政王多尔滚把持 为了避免后宫干政 孝庄每个月和顺治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这期间 苏玛拉姑就成了 他们母子之间的传话筒 苏玛拉姑经常去看望顺治 年幼的顺治帝长期受多尔滚压制 性格上有些偏执 苏玛拉姑善解人意 多次耐心劝解 赖其逊敌 首教国书 清朝顺治十年 1653年 顺治那同图赖之女同事入宫为妃 此年 同事为顺治生下三皇子玄业 也就是后来的康熙帝 由于同事并不得宠 所以顺治帝对玄业起初并不重视 这时孝庄命苏玛拉姑来照料玄业 玄业幼年时非常聪明 苏玛拉姑教他读书写字 康熙的满文和蒙文的启蒙 都是苏玛拉姑所教 孝庭叙录记载 人皇帝幼时 赖其逊敌 首教国书 故宫中甚为高品 意思是说 康熙幼年时 苏玛拉姑是康熙的启蒙女老师 苏玛拉姑的字写得非常好 在故宫中是上品 苏玛拉姑和玄业之间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顺治十二年 当时玄业年仅两岁 宫中天花盛行 顺治和孝庄商量 把宫中的诸位皇子 全部转移到宫外必斗 后来玄业染上天花 居住在北京西华门外的福佑寺内 苏玛拉姑奉孝庄之命 日夜守在玄业身边 在那个年代 天花的致死率极高 一旦染上天花 很难幸免 但在苏玛拉姑的照料下 玄业神奇地痊愈了 康熙后来曾回忆说 士祖张皇帝因朕幼年时 令保姆互逝于紫禁城外 父母膝下 未得一日成欢 这里的保姆 指的就是苏玛拉姑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 康熙年幼时 因为天花的原因 和父母分开相当长一段时间 这期间 多亏苏玛拉姑的照顾 事实上 根据传教士汤若旺的记载 顺治帝后来之所以传位给玄业 也得益于玄业曾战胜过天花病毒 换句话说 若没有苏玛拉姑的悉心照料 便没有玄业 更没有后来的康熙大帝 顺治十八年 顺治帝驾崩 玄业登基 视为康熙帝 孝庄被尊为太皇太后 当时顺治留下索尼 厄比隆 苏克萨哈 敖拜四人辅政 苏玛拉姑和当年 顺治年幼时一样 每日早晚都往返于 前清宫和后宫之间 一方面向孝庄汇报 康熙的情况 另一方面也向康熙传达孝庄的关爱 苏玛拉姑比康熙大四十二岁 康熙视她为长者 对她非常尊重 康熙亲政后 孝庄正式退居幕后 苏玛拉姑因此才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小编之前写过孝庄 我认为 在古代著名的后宫女子中 孝庄的格局是罕见的 孝庄有座旅后的机会 但她却不想这么做 她把康熙培养成一位优秀的帝王 而在孝庄对康熙的一系列栽培之中 苏玛拉姑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十二皇子的姑妈 清朝康熙二十六年腊月 孝庄太皇太后病危 康熙亲奉汤药 日夜陪伴在祖母身旁 十载 康熙曾亲自率领文武大臣到天堂跪求上仓 宁愿折损自己的性命 也希望留住祖母 和康熙一样 苏玛拉姑一直守在孝庄的佛堂之内 她连续跪经多日 只求能延长她主人的寿命 孝庄是一位伟大的女子 她辅佐三代帝王 为大清朝做出重大贡献 清史稿说她宗一代之兴亡 细于恭维 然而 自然规律是无法违逆的 当月二十五日 大清朝第一位太皇太后 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 安然地离开人世 享年七十五岁 孝庄的去世 意味着康熙的彻底成熟 她的身后再无后盾 同时也意味着苏玛拉姑的人生 开始走向沉寂 苏玛拉姑失去了主心骨 从此陷入孤独和百无聊赖之中 日渐消瘦 根据孝庭绪录载 苏玛拉姑 孝庄门皇后之侍女也 孤姓好佛法 暮年迟宿 终岁不沐浴 为除夕日亮为喜酌 将其会水自饮 以为忏悔云 苏玛拉姑晚年笃姓佛学 一方面是因为孝庄姓佛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她晚年孤独 佛家思想能够让她适应寂寥的生活 苏玛拉姑还有一个非常罕见的习惯 她中年不洗澡 只有在一年的最后一天 即除夕当天用少量的水洗身体 事后还要将洗澡水喝掉 以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意 孝庄去世时 苏玛拉姑已经76岁 康熙见她日渐消沉 最终决定将树妃万流哈氏所生的 十二皇子印桃送到苏玛拉姑处 希望苏玛拉姑来抚养印桃 蜻蜓有规定 贫位以下的后妃是没有资格抚养皇子的 即使是亲生儿子也不行 但康熙却把一位皇子堂而皇之地 交给苏玛拉姑这位老公女来抚养 不仅能看出康熙对苏玛拉姑的重视 更能看出对她的信任 其实 康熙让苏玛拉姑抚养印桃 目的是为了不让她沉寂下去 事实果如康熙所想 有了印桃在身边 苏玛拉姑重新忙碌起来 她每日教印桃读书写字 陪印桃玩耍 根据史料记载 印桃和苏玛拉姑的感情非常好 印桃还称苏玛拉姑为姑妈 苏玛拉姑一直陪伴印桃十余年 直到印桃成年 独立开府 在苏玛拉姑的教导下 印桃养成了沉稳无争的性格 古人云 治国凭天下之权 盖以母教为本也 康熙晚年 朱子夺嫡 印桃当时虽然早已成年 却没有参与其中 这里面少不了苏玛拉姑的教导 康熙四十四年 1705年9月 93岁的苏玛拉姑病危 虽然康熙让太医们极力诊治 但终究回天乏术 苏玛拉姑在大清朝的紫禁城内 安详地辞世了 苏玛拉姑去世时 康熙伤心不已 下令暗嫔妃李为苏玛拉姑治丧 因十二皇子印桃是苏玛拉姑养大的 印桃提出要为苏玛拉姑守灵 印桃说 姑妈自幼将我养育 我并未能报答 即如此矣 我愿驻守数日 百日内共犯 三期诵经 对于印桃的如此请求 康熙欣然应允 不仅如此 康熙还下旨 让除了五皇子 十皇子 十四皇子以外的所有皇子 都参加苏玛拉姑的丧矣 需要说明的是 康熙虽然尊敬 但苏玛拉姑在康熙朝 并没有下葬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孝庄去世时 曾留下遗嘱 不愿打扰皇太极 实际上是不希望自己 和皇太极合葬 因此 康熙只得将孝庄的子宫 放在东陵风水墙外 暂安奉便 因为苏玛拉姑是孝庄的侍女 康熙念他们主仆情深 苏玛拉姑去世后 康熙将她的灵鹫 也停放在孝庄之旁 中康熙一朝 都未入土 清朝雍正三年 昭西陵修建完成 雍正将孝庄门皇后 入土为安 但如何安葬苏玛拉姑 却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因为苏玛拉姑不是皇室成员 也不是后宫廷妃 按理不能葬入皇陵 最终 雍正决定给予苏玛拉姑足够的尊重 将她葬在距离昭西陵不远处的新城东墙外 距离昭西陵仅有三里路 如此 苏玛拉姑也算何孝庄为林了 小编认为 在清朝 苏玛拉姑是一位特殊的女子 她虽为宫女 却靠资历和心灵 享受着尊崇的地位 她侍奉孝庄 开导帝王 养育皇子 与清朝皇室 结下了不解之缘 同时 她心灵手巧 中清朝296年 苏玛拉姑所设计的清朝服饰 一直沿用 从科尔沁草原到圣经 从关外到北京 从努尔哈赤到康熙 这位茂蝶老人历经清出沧桑 在大清朝留下独特的烙印 列女传 齐威鱼姬说 玉石坠泥不为乌 柳夏赴寒女不为乱 姬之于素雅 故不见已也 苏玛拉姑是一位善良的女子 她在清朝 之所以能成为备受尊重 得益于她崇高的品格 和绘制的心灵 封建后宫中的宫女众多 燃先有宫女文明如斯 苏玛拉姑 实乃清朝传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